甘肃省面积最大的城市九泉 它比整个广东省都要大 这座城市是什么样 我们在还中国西部自驾 在停车场露营一晚后 我们准备去市区逛一逛 顺便尝尝这里的特色美食 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睡觉的地方 因为昨天停得太靠后了 所以要往前走一点 放东西 把后备箱才能打开 再往前坐吧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小停车场 而且昨天晚上 到了这个地方 早上起来之后是有树荫的 我们不会被晒晓 这个就是我们昨天看到的房车 超级长 这个偷刮 但A8今天好像是去市区转了 没在这 这就是在我们停车场旁边的公园 非常大 这里呢有一个厕所 我们准备就去这里洗漱了 到了这个公共厕所 我们现在呢到了四路公园里边的一个西湖 对它这个是有两个湖 中间是有一个湖堤吧 然后左边和右边全是湖 这个设计特别棒 在这里呢还可以看到远处的雪山 这个季节还有雪山确实是挺难得一见的 而且呢它这个湖水 我感觉两边的颜色还不太一样 那边是蓝色这边是绿色 东湖呢能比西湖会稍微大一点点 对刚刚我们看它那个卫星图 它这是一个新型的 当地来这边的人还挺多的 大早上呢 这离市区还挺远的 来这么多人 所以说这个公园应该是当地比较大的一个公园 我看有人在那里唱歌 还有弹那种手风琴 休闲娱乐是吗 还是蛮好多人在拍照 在逛过公园后 我们来到了九泉古楼 因为今天起来的比较早 所以我们准备先在市区里转一转 然后再去寻找这里的特色美食 九泉胡锅 收拾完之后呢 我们今天来到了九泉市 对这是市中心 后面就是古楼了 地标建筑 对它这个地方也是往四个方向 有发散的路往 东大街 西大街 北大街 南大街 和西安一样 它也是这样叫的名字 而且它这个古楼的规模 我觉得还挺大的 这应该是我们除了西安以外 来过最大的古楼了 不明它在古代这个城市的等级 还是比较高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古楼 它其实是明朝扩建的 明洪五年间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古楼 但没有见到中楼 估计中古楼是一个吧 应该是 这里应该是中古楼同一个的 我们今天先在九泉市区里面转一转 在走完古楼之后呢 我们来到了九泉的新城区 对来到这儿之后呢 明显感觉到道路变宽了 不过人感觉也有点少了 因为毕竟老城区的人口密度要高一些 这边建的就是很干净整洁的感觉 刚刚路牌上写的是 玉门油田生活基地 也就是说当年06年的时候 玉门油田就是搬到了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新市区 其实呢它也为这个新市区的发展 注入了一些活力 我可以看到这里随处可见的高楼大厦 和老市区是形成了鲜平的对比 对 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这边的树 没有老市区那么密 因为可能是新重的原因 在老市区的话晒不到太阳 在这儿的话太阳还是挺强烈的 我觉得河西走廊的太阳都挺烈的 在这里还是有一点点的晒 但是不热 风一吹也还挺舒服 对说到九泉呢 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的应该是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其实这儿还有一个冷知识 就是它的发射场是在内蒙古的俄金纳奇的 不过这个发射中心的面积很大 90%的面积还是在九泉的范围之内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 九泉它古称是宿州 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区就是宿州区 甘肃中的宿就是从它这来的 甘州就是现在的张业 所以说这两个字合起来就组成了甘肃 九泉也是河西四郡之一 现在我觉得它发展也挺好的 它这个地级市的总面积有19万多平方公里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它比广东省还要大 接近陕西城的面积了 尤其在它的西部 像苏北还有阿克赛 都是人口很少的县 但是他们的管辖面积很大 像我们第一季搭车有去到的马宗山 它就是好像只有1000人左右吧 但是好像有海南岛那么大 对 所以说九泉是真的很大的一个城市 准备走了 我发现那里还有一个雕塑 那个雕塑的话 应该就是出自敦煌壁画的 所以说这里有很多的敦煌壁画元素 蛮多的 对 因为敦煌也是属于九泉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 走了 在简单看过九泉后 我们来到一家糊锅店 据说这种美食只能在当地吃到 我们在九泉不准备去卫星发射中心和其他景点 我们准备去吃一下当地的特色 因为在九泉有一种美食算是当地人家喻户晓的吧 叫做红锅 这个糊锅我们之前了解了一下 有点像胡辣汤 像是介于胡辣汤和油茶之间的 反正它看起来像胡辣汤和油茶 但吃起来不知道哪样 我们现在去试一下 刚好大早上已经鸡肠的路了 吃饭了 倒了 这个在网上评分挺高的 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老板还有吗 这个小碗和大碗 大碗吧 两个大碗 谢谢 这个是啥 这还有粉的 粉皮 粉皮是吧 嗯 哦 还有面筋 里边还有麻花 嗯 还有什么吗 这里边 这边还有 哦 我们外地来的 就专门 刚好路过 听说这边胡锅比较有名 这个是面筋啊 哦 这是面筋 我看这跟胡辣汤好香啊 也像油茶 胡辣汤 有些香 这个汤稠稠的它是啥汤啊 嗯 这个汤是什么汤啊 我看说是鸡汤还是啥 对 汤汤汤 哦 哎呦好大一碗 看来就行啊 哦 谢谢谢谢 嗯 谢谢 我还满一碗 哇一出来了 品尝一下这个胡锅 我觉得有点像油茶 吃一个就面筋尝一下 就是和油茶味道差不多 好吃的 因为本身我们就很喜欢吃油茶和胡辣汤 其实在酒泉 大家吃这个就像在鲜 大家吃猪耳花糖一样 就是早上你必须来一碗这个 而且很便宜 小碗6块 大碗7块 里边就配上了这些 不用单去要 脆的 麻烦是脆的 我觉得真的很像油茶 胡锅是酒泉最具代表性的早餐 从晚清时就开始流行 由于酒泉属于半农半木地区 以前牧民们在出门放牧前 经常会在开水里打点面糊 然后再将麻花和大饼放入锅中泡软试用 这样简单的吃上一顿一天都不会饿 后来人们将这种吃法逐渐改良 慢慢的就演变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样子 一般上我们吃这个筷子是不用的 直接拿着嘴 溜一边喝 老北京人 吃这个东西呢 吃这个东西呢就要用菜了 脆脆的 就像是油茶里面加了胡椒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冬天吃应该特别合适 它味道不臭 淡淡的很受到老汉来吃 不 对于很多比较吃的清淡的朋友来说还是有点中口的 这种要是在放点肉里的话就全没了 哦 如果再有肉的话我觉得就完美了 这个一碗是大碗7块小碗6块 比 现在肉丸胡辣汤便宜 但是比 河南胡辣汤贵一点 嗯 很棒加上了 老板 它这个 我看每次加的时候 它是有人要的时候才加这些料 是吗 哦 你认识是这种加的 要不然就泡的不好吃了 咱这一天能卖多少 十来多 十来多 哦 确实饿不受 在离开酒泉前 我们找到了一处空旷的停车场 准备在这里简单擦几下汽车 然后再继续出发 看对面有人在汽车 只不过他拿着水枪 有点羡慕 我那车里有点脏 就是还剩半桶水吧 要把它给用 洗一下 好久没洗了 擦擦车 擦完了 我们的新车 崭新崭新的 美滋滋 洗完车后 我们才发现 在这处空地旁 就是孕育了九泉生命的北大河 我们之后呢 是北大河 对 这儿呢是 九泉和嘉玉关两座城市 最主要的生产生活用水的来源 可能戈壁滩上水比较珍贵 所以我们发现在九泉还有嘉玉关的市区 都各建起来了十几座这样的蓝水坝 因为你不蓝的话 这边可能就是一片荒滩了 嗯 而且呢这个北大河和我们今天早上起来的那个公园还有一点关系 对 那个东湖和西湖呢相当于是这里的一个蓄水池一样的作用 以前呢这条河它是中国第二大内陆和黑河的一条支流 不过现在因为生产生活用水增多之后 再加上修了几个水库 所以说这条河现在已经不注入到黑河里面了 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水池了 其实如果这边没有蓝水坝蓝的话 河道虽然很宽 但它河流的水流应该挺小的 在戈壁滩上城市就得用蓝水坝把水拦住 要不然这可能就是大片主路的河滩 这个北大河呢它的上游叫做陶赖河 我们现在就准备沿着这条河往上游走 也就是嘉义关 我们去嘉义关看一看那边的历史遗迹 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